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我们接着说美国 美国人的尊严 美国人最近美国国际开发书书长鲍尔 出来好了个新口号 大家一看这口号挺新的 口号叫做尊严革命 就是说美国准备领导盟友全世界范围之内 反对中国反对俄国 要在全球范围之内搞一个尊严革命 啥叫尊严革命啊 我看了半天不就是颜色革命吗 在这个世界上联合国五个超人理事国 你要把中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摁下去 然后说为了尊严 那你们美国尊严是不是搞得很好呀 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有尊严吗 1500万美国奴役国的黑人有尊严吗 美国曾经给阿富汗人民以尊严吗 20年你们给了他什么尊严 除了1000多万难民之外 除了杀死大量的阿富汗无辜的老百姓之外 你们给他们什么尊严了 现在的乌克兰你们把事挑起来 乌克兰人民几百万乌克兰难民啊 加起来国内的1000多万乌克兰难民啊 他们有啥尊严 妇女儿童衣衫蓝绿 颠沛流离到欧洲各国 次生灾害等着他们 性虐待 性迫害 人口拐卖 太恐怖了 美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搞什么尊严革命 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但是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呀 到处打仗的美国军队 然后在世界上假装主持正义 这就是我们隔壁王奶奶说的流氓假仗义 他怎么总是有一套正义的外衣啊 朝阳少侠最近有一篇文章 你讲的蛮好 分析的蛮深入 最近国家人文历史这个公号里面也讲的这个问题 这美国人他怎么就流氓假仗义 他怎么就好意思 把这个癥结牌方往自己脸上一立 把那个每天就化妆一遍 把自己化妆成一个正义的 是为人类尊严而战 有这事吗 美国霸权主义到处打 美国军队给自己披上正义的外衣 为自己找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战争理由 引导舆论把美军塑造成为 正义的化身 把美国军队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尤其在海外的这种杀伐 这种的残无人道的行为 包装的合情合理 美国政府我告诉你 别的咱不佩服 但是美国人的这种意识形态 舆论动员能力 就是拿着不是当理说的能力 就是说耍流氓 还扮演道德君子的这种能力 那你不佩服不行 美军战利品在阿富汗 精确指导武器杀人家 一家一家迎勤车队全给人干了 拿平民炼党 把阿富汗那个穆斯林 尸体拔光了 然后美军笑嘻嘻的 说这叫战利品 这种东西和尊严 你知道对伊斯兰教来说 这是一种多大的冒犯吗 美国人会给别人尊严吗 美国人有给别人尊严的基础吗 安格罗萨克逊 白种人 居高临下 种族歧视 是骨子里的东西 他会给别人尊严吗 美国人尊严之下 还喜欢玩民意 说美国人民意 我告诉你 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 美国的所谓的民意 就是美国人操控出来的 美国操控所谓民意 假以所谓尊严的方式 我有个朋友 写美国的历史 听有名的 因为朋友嘛 政治观念有分歧 我就不好说了 他自己说的很激动 其实是被人洗脑了 被人洗脑了之后呢 他自己不察觉 就被别人骗了 接着再去骗别人 就是被别人卖了 还替别人数钱呗 美国建国的这个历史啊 活跃的是主角 第一是谁 大家都会说 华盛顿 是华盛顿 但其实你知道吗 华盛顿背后还有一个人 没那个人 华盛顿不能成事 那个人是谁啊 推动独立战争的 掌握新闻媒体话语权的 跟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包尔干一样的活 跟布林肯干一个活 跟蓬佩奥干一个活的 跟美国中情局干一个活 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干一个活的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是那时候代表 媒体的最先进的 就是报纸呗 他当时自己有印刷厂 还有一个编析把尼亚 报 那就相当于今天有媒体话语权呗 还办了一个年鉴 办年鉴是很牛的 年鉴你看着 他就把今年最重要的事写下来了 当年也可能无所谓啊 人都记着 但是一年一年累积下来厉害了 历史他在编啊 他在写啊 他按照他的意识形态 按照他屁股所做的那条板凳的标准 来写历史 叫穷理查年鉴 甚至还建个私人图书馆来 当时的凭借社会名流啊 什么著作家的身份呀 弗兰克林当时他被选为宾西法尼亚州 就宾州 就现在宾州大学所在那个地方 省议会的秘书 费城的副游务长 现在游务长 就游局的游 你就是无所谓的 当年的太厉害了 他利用这份职权 垄断了纸张 垄断了油墨 然后用报纸获得巨大动员力 他站在华盛顿的时候 那早了 176几年的事 176几年 当时北美还是殖民地呢 对不对 英国国会就通过了印花税法 印花税法 这事不调起来吗 后来就独立战争了吗 说起来这都是老话了 大家都熟知 但是今天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美国操控意识形态 舆论的角度来看 印花税是个古老的税种啊 日常生活能力 使用契约 凭证之类的单据 你都得交税啊 但是英国为了广开税源 要求北美13个殖民地 所有的印刷品都要呢 缴纳印花税 你要印扑克牌 勾圈开尖 叫印花税 印花税上靠报纸吃饭的 弗兰克林 他是报纸出版商啊 他每天印刷啊 他不交 你知道吧 他不交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的印花税 朝廷挑战了他出版商的私利 弗兰克林跳出来 反对于广花税法 因为他掌握舆论工具嘛 所以弗兰克林 这个人本事 我告诉你 一时间的舆论战 一定要从弗兰克林开始讲起 他利用手中的报纸 大造声势 喊出来什么呀 你还记得这口号吗 这口号就叫做 印花税 向知识征税 现在是美国人 喊知识产权的 那时候说 向知识征税 那就是反动 好啊 北美洲出现了 汹涌澎湃的 反对向知识征税的态势 北美殖民地的民意点燃了 英国方面 朝廷嘛 当然是气急败坏 后来就颁布了五项克的法令 就是说你干一干 不干一干 就强制法令嘛 殖民地人当然就不能容忍了 说这边叫强制法令 这边说不可容忍之法令 错词说的都是这个法令 然后就波士顿那个地方 五月花号上岸那个地方 英国人就封锁了波士顿港 然后就增派军队了嘛 独立战争 咚就打起来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这人叫托马斯潘恩 然后就印了一个小册子 小册子很薄 五十页 你按照现在的字嘛 五十页都多少个字啊 这本书叫什么 叫常识 这书里边呢 就公开提出来了 干脆咱们独立了 这就相当于总公司派到省里边一个公司 你是下属的 连分公司都不是啊 你是个营业部啊 干脆闹独立了 他公开提出来 闹独立 小册子立刻引起轰动 殖民地加起来 所有的人加起来 二百五十万 结果呢 出售五十万册 五十万册 潘恩的长石 这小册子发挥了战争动员力的作用 后来有人总结说 那比一支军队都厉害 成功的把英军推向了 殖民地民众的对立面 开战的理由是什么 开战理由 开战的理由 这些就是美国 后来基本上沿 沿这么一个路子 任何他准备动枪之前 制造舆论 舆论战雏形啊 制造舆论 煽动民意 开动战争 后世的美国当权者 把独立战争时期的舆论战 变成了美国战争的必须的方式 必须的城市 美国人一直这么干的 现在不是要跟中国全面谈牌吗 所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署长鲍尔 现在接过布林肯的话 说中国在新疆 种族灭绝行为 强迫劳动行为 所以6月21号总统签署了 什么这个新疆的法案 新疆的产品不得进入美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在全球范围之内 发动针对中国和俄国的 叫做尊严革命 大家秀试点味道没有 我们把话说这么长 把历史勾连起来 就是为了让大家认清美国人 在这类事情上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方法 老套路 有人说你扯独立战争太远了 独立战争那时候 富兰克林什么 你盘那套东西 你拿过来 作为今天美国意识经济战争 我说鼻祖啊 就这么开始啊 总得任何事都得从一啊 开始啊 对吧 从零到一啊 说近点啊 比方说1917年这近了吧 1917年干嘛了 打仗了 英法德 打得遍体鳞伤 元气大伤 二月革命葬送了 罗曼诺夫王朝 美国意识到 机会来了 原来美国能耐小吗 1917年2月1号 德国海军重启 叫做无限制潜艇战 击沉了悬挂有美国国旗的 叫伊利诺斯号邮轮 还有一些美国其他船只了 美国开始比较是不满 随即又截获了英国外交大臣 叫默默什么曼 发给德国驻默大使的电报 宣称 德国政府正在呢 竭力缩使墨西哥对美宣战 这两个新闻 有没有这事 这都很难说了 现在很难说了 人们气说不一了 把这两个新闻爆出来之后 美国对德宣战就水到水城了 原来就是自己利用不逮 躲着 小心翼翼的 现在 觉着机会来了 1917年4月6号 当时总统叫威尔逊吧 正式代表美国向德国宣战 为了树立美军的正义形象 威尔逊这老小子厉害 他把美国参战理由解释为 以战指战 你看看人家站在高地 就说美军参战呢 就是为了拯救处于危机中的 民主的制度 换取新的世界和平 所以美国所到之处 美国过去是中立 不中立了 干嘛了 趁火打劫 就流氓 最后一看差不多了 准备上去抢东西的时候 他说维护和平 那那个时候 毕竟对于远在美洲的 美国老百姓来说 你要动员成千上万的 这个青年参加欧洲战场 那是绞肉机呀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 就现在美国 这个国际开发书 书长鲍尔干的这一套 要把它落实下来 你跟中国德国宣战 美国青年怎么动员呢 你看看 一战的时候 美国人怎么动员 美国青年怎么 珊瑚这些美国人 这手法值得借鉴 对德权战就一个星期 威尔逊政府就成立一个 专门的机构 叫公共情报委员会 说的公共情报委员会 其实呢 是威尔逊竞选团队的 核心成员 然后呢 主要是改善新闻报道业务 今天的词 叫操控网络舆论 设置议题 带节奏 光是这个委员会 15万人 演讲的广告的电影的 多个部门 演讲部门 招募了7.2万家 专门的宣传员 到美国各地宣传 咱们现在中国 落实什么大会精神 然后有报告员 宣传员 一过多少个 没多少个 是吧 省里边来一个 然后开个大会就完了 美国7.2万名 专家宣传 宣传什么 宣传维尔逊的理论呀 参加 对德宣传 公共情报委员会 那更是见风查证 各地广告 显而言之 就是把美国年轻人的热情 鼓到起来了 打 那还买战争债券 招募新兵呢 所以整个一战期间 公共情报委员会 开展了美国历史上 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一亿多份宣传材料啊 75万人次演讲 20万张幻灯片 美国宣传公式 开了些 美国尝到甜头的 如此总动员 双方都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美国人一介入 抓了个波满盆满 正因为他现在 他把文章做组了 所以呢 美国国内很快就形成了 支持战争便是政治解决的氛围 只要不支持战争 就意味着胆小鬼 懦弱 卖国 然后呢 有些是主张和平的教派 那教堂就被烧了 和平主义者就被破了油漆了 拒绝购买战争债券的人 就被扣上软弱 卖国的帽子 美国天天骂别人民族主义 我告诉你 民族主义啊 极端民族主义 没有比美国更厉害的 当然有一拼的 就是当年的希特勒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以前跟各位讲过 希特勒的那套 种族灭绝主义的政策理念 是跟美国人学习的 知道吗 时间到 这些我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